香港电台18日一篇报道彭帅的新闻 近日被发现已悄悄移除 香港作家冯锡前在社群媒体表示 没料到这样普普通通的报道 今日的香港电台也无法容忍 下场就像彭帅指控张高丽的微博一样 挨不了多久就被移除 灭生 记者实际从香港电台的网站上搜寻 也无法找到任何与彭帅有关的新闻 冯锡前指出 今年3月前香港政务官李百全接任台长后 香港电台就由一个本来极有公信力 大受市民爱戴和尊重的媒体 急速变成一个配合中共做土味宣传的党媒 香港英文媒体香港自由新闻报道 由港府资助的香港电台删除彭帅新闻的动作 反映了中共当局封锁彭帅消息的情况 关于彭帅的近况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3日 罕见回应彭帅事件 呼吁停止对彭帅议题 恶意炒作和政治化 不过只字不提彭帅 对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提出的信心指控 张高丽在当时 并没有站在职业联监联监 但无论 中国系统里还仍然是一个能力的 而这些更可恶意 是张的妻子 站在门外的门 保护它 当她的妻子 被杀了 所以这些是狠狗 中国人都知道 但当然 狠狗人都不想 人们听到这些 天天天天天 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彭帅的人生 自由和安全 中共党媒日前释出 多个彭帅的影片画面 意图营造彭帅一切安好 不过 长期关注中国的华裔作家张家敦表示 这些画面 恰恰代表着彭帅被严密监视着 国际奥委会 21日发布了一张主席巴赫与彭帅视讯通话的照片 被外界视为配合中共的宣传 引起国际特色组织塌伐 2022年北京冬奥在彭帅事件发生后 抵制的声浪越来越大 新唐亚太电视张芮臻综合报道